大家好 華記7月21日報導 今天要講講林超英曬冷氣 他是前天文台的台長 話說什麼事 他說7月26日巴黎奧運 人們嬌生慣養不用裝冷氣 巴黎的天氣不太熱 夏天也不過30度 發展中國家是嬌生慣養的 他說誰呢 這傢伙真是大膽 政治不正確 誰都知道他是皇友 他現在公開說 我們14億人口的中國嬌生慣養 因為國家自備345台冷氣 去到巴黎奧運選手村自己裝冷氣 因為擔心比賽的參賽者 出席巴黎奧運時沒有冷氣睡覺 影響了睡眠質素 比賽時可能爭取不到好成績 或者不是最佳狀態 出席 在這件事上 我用理性的角度去分析 林超英真是浪費冷氣 我先分析這件事給大家看 第一件事是作為一個國家 你怎樣可以在全世界 展示到自己的實力 自己的力量 除了打仗、軍備之外 或者科技 在體育那裏 就可以 展示出自己的國家是否一個文明 而在全世界來說是一個高端 一個完善的體育大國 老實說 發財立品 通常 你的國家夠強勁 你才可以投放到資源 去體育運動那裏 難道你現在找烏克蘭加沙 去贏奧運金牌嗎 不可能 通常你是越繁榮 越有資源的國家 體壇 會強勁 作為一個國家 這屆巴黎奧運 中國隊就派了405位參賽者 出戰巴黎奧運 在國家層面上 聽到巴黎可能是經費的問題 或者 每一個 奧運村都可以裝到冷氣 所以有些是沒有冷氣的 而哪些有冷氣沒有冷氣 不知道 唯有自備 例如那裏天寒地凍 沒有被蓋 就自己戴垂袋 好了 我自己帶冷氣去裝 都要給你 林超英寸 嬌生慣養 我想告訴你 因為一個國家 為了 展示自己的運動員的力量 首先會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 讓運動員休息 其實不是很熱 你不是說退休人士 林超英是一旗坐的 心靜自然糧 運動員要贏金牌 是要內心有一團猛火 這團猛火 不是說好像退休人士 在這裡坐的 他受到高強度的訓練 回來會很累 很熱 例如有24度 睡覺時可以有充足睡眠 林超英不僅 開冷氣那麼簡單 我教你 作為一個運動員 晚上回去睡覺時 要入靜 如果沒有冷氣一定要開窗 開窗不知道高低層或向馬路 會吵 開冷氣有道好 就是可以隔音 我希望林超英有些認知 才行 不要那麼快老人痴癌症 開冷氣是需要關窗 關窗會隔音 在這裡來說 無論在室溫方面 和噪音方面 都可以 令到人的入睡 睡眠狀態 去到多少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 我們出了405位 中國運動員 去出戰巴黎奧運 我們國家是看出 他們的運動的高強度 要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 讓他們休息 安冷氣 誰不知被 林超英說他嬌生慣養 再看看 香港的 體壇元老 霍振庭的兒子 霍啟光 你知道霍振庭對香港的體育 貢獻很大 霍啟光當然要率領 香港隊出戰巴黎奧運 但霍啟光也說了一個客觀事實 奧運村有5000間房 只能有2500間有冷氣 有2500間沒有冷氣 當巴黎奧運分配的時候 會不會大勢超 如果法國隊和中國隊 去做決賽的時候 中國隊的房間是沒有冷氣的 法國隊的房間是有冷氣的 不要說是熱定凍 只關了窗 隔音也好睡 所以在這件事上 要不就全部沒有冷氣 現在是一半有冷氣 一半沒有冷氣 有2500間房沒有冷氣 大勢超嗎? 抽籤嗎? 分餅仔嗎? 我告訴你 現在整個歐盟 他當然是唯威的 哪些跟他朋友 他就給哪些 歐洲正在制裁 在香港 大陸的電動車 產能過盛 你不夠人來就說產能過盛 你玩了 所以在種種不平等的條約下 我們唯有是自己帶冷氣 沒有交捺 作為中國人 林超英 為何他都會說風涼話 浪費冷氣 你不開冷氣是你的事 運動員有一個高強度的訓練 不可能 休息的時候 不能有充足的睡眠 以及可以隔音 所以在這件事上 我們看看林超英是甚麼人 今天在東京報導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好 華記 怎樣才能擁有快樂 你必須要具備三個元素 你要有健康 你要有時間 和有財富 其實這三個元素 都不簡單 你必定要人生規劃 你需要透過投資 增值和學習 香港人 尊頭致富 大家想財務自由 海外置業 你可以在這條link找到資料 我們這個whatsapp可以報名 我是華記 多謝大家 酒井法子 歡迎大家來日本 旅居置業 享受高品質生活 皆様 ようこそ日本へ 我可以拍攝 我可以拍攝 我可以拍攝